第1933集 这叶生起码还没有到无药可救的地步 关键知道什么事情是轻势重 兄弟们 叶坛竹师兄的死 得算在这个妖女的头上 想要报仇的就跟我上 叶生说完一马当先 静止杀向了叶霓裳 五道意愿通天而起 论修为他虽然比叶霓裳低了一个境界 但到了他们这个地步 只要不是相差太多 都有实力一战 况且此刻他还暗自燃烧了精血 身为叶家主脉最杰出的弟子 叶生的实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 权力爆发之下 丝毫没有落于叶霓裳的下风 二人你来我往 所用之手段 全都是叶家本族的功法秘书 好几次的交手 双方所施展的秘书都是同一种 这样的战斗 对于叶臣来说显然是很有趣的 伴随着战斗的持续 叶坛竹那一脉幸存的四个弟子 也都进阶加入了战斗 五个人一起围攻叶霓裳 对付一个叶生 叶霓裳还能从容 可一口气对付五个同级别的对手 他就有些吃力了 叶生他们这些人都有怒火 叶霓裳欺骗了整个叶家 甚至要将叶家覆灭 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留守的 全部都是杀招 每一次的攻击 都是冲着取走叶霓裳性命而去的 一道道剑衣 乃至真武之意波及了整个小世界 甚至打出了一丝屏障裂痕 叶臣知道 他们这是在给自己洗刷耻辱 只有杀了叶霓裳 今日在祖地内发生的这些事情 才能让他们勉强抬起头来 不至于彻底被打上弱者 蠢蛋的标记 面对如此凌厉的攻击 叶霓裳显然是有些招架不住了 节节败退不说 甚至已经只有格挡之力 难以抽出半分空隙来反击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多久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想要藏着吗 抱着双手看戏的叶辰 嘴角一直擒着积蓄生笑 他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叶霓裳 被选中送进来要抢夺轮回星石的人 怎么可能只有如此境界 这样的修为是不足以支撑整个计划的 如果叶霓裳那些同伴没死 或许还能说是有其他的谋划 可那些同伴全都被杀死了 如此看来 那么天道工一定是对叶霓裳寄予厚望 那些人坚信叶霓裳能够在祖地内 凭借一己之力抢走轮回星石 并且完成这个计划 所以 所以叶霓裳的实力绝对不止眼前 这个不足千岁的女子 真实的实力绝对是碾压叶霓 叶霓裳这一类人的 否则的话 天道工不会派他来祖地 实施着最关键的一环 叶霓裳 负于顽抗 你只会死得更惨 叶霓喊吓吓道 少废话 就凭你们 杀不了我 叶霓裳做出一副强撑着的姿态 一边手忙脚乱地 抵挡着叶霓他们的进攻 一边强势回绝 叶霓祭出了一方宝盒 以四方神域筑成的宝盒一出现 便散发出了铺天盖地的血腥之气 这血气仿佛代表着邪恶 代表着世间治安 这盒子我本来是留着将来对付天盗工的 不过现在用在你身上 也不算亏了 叶霓面目发狠 抬手便将这枚宝盒打了出去 同时与其他四人联手注入灵力 要将叶霓裳收入其中彻底练花 萧雪鸣合 叶霓裳脸色微变 事情又出现意外了 叶霓身上居然有这种邪物 这盒子里面的妖血 可是连骨气都能污染的 哪怕是那些半部天神镜的大能 也绝对不愿意沾染这种东西 稍不小心便会走火入魔 严重者直接化为污血 据说 当年可是有巅峰强者 死在这宗器里面的 这叶霓怎么会有此物呢 看来叶霓背后的老祖可没想象的那么简单 血色的妖气从神域骨盒内扩散出来 宝盒在叶霓他们四人的催动下 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引力 要将叶霓裳彻底收进去 赤色道痕在虚空中不断的交织 如同明河畔彼岸花一样的稻花 在这片空间中绽放 杀鸡森寒刺骨 直接透过肉身 不断刺激着叶霓裳的神魂 不远处观战的叶辰 也被叶生他们这些人的手段 给惊了一下 这家伙一副傲慢施家子的作品 私下里居然还隐藏了 这么一宗鬼东西 这要是冷不丁的给人来一下 那可真不好说呀 突然眼看着叶霓裳 即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时 一变发声 只见这个女人的身上 不断地传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一块又一块的甲皱 开始覆盖在她那突兀有志的身躯上 璀璨的光芒 隔绝了周围的血色妖气 她好似穿上了一副神仙战衣 金色的灰芒 照亮了整个祖地小世界 如同女武神一样 英姿飒爽 血白的肌肤 与那金色的战甲 交相灰映 熠熠生辉 让人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不敢直视 战衣护住了叶霓裳的躯体 让她可以无视这些血色妖气的侵蚀 但她却没有停留挣脱 反而是顺势运转灵力 直接朝着那腰穴鸣盒撞了上去 刹那间 虚空中光芒万丈 苍穹上无尽的血气 当场被震散 恐怖的威压席卷四方 叶生与其他四名叶家弟子 联手催动的腰穴鸣盒 轰隆一声炸开 以四方神域所铸造的宝盒被击碎了 赤霞树然散开 遮蔽了天空 如龙卷风暴一样 撕掠整个小世界 无尽的能量光狂暴涌动 台眼所看 到处都是妖野的血雾 纵然是夜沉 也不得不激活赤尘神脉 撑起一片光幕 免得自己沾染到这些污血 而夜生他们几人 更是齐齐倒飞了出来 面对夜泥肠如此威势 连妖穴鸣盒都如此不堪一击 仅仅凭借他们几人 有如何抵挡 这是一幅极其惨烈的画面 妖穴鸣盒的破碎 形成非常恐怖的法则乱流 所过之处毁灭一切 连那结界法阵都亮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符文文落 将苍穹编织成了一张 粗布般的画面 一捧金光从血雾中穿行而出 抓住了倒飞的一名夜家弟子 夜泥肠的手掌 就像是拍碎西瓜一样 瞬间将此人震杀了 真武之意极其强势 另一侧 夜生勉强站了起来 嘴角溢出了一缕鲜血 他呆呆地望着夜泥肠 杀向某个方向的同伴 有些失魂落魄 怎会如此 腰血鸣和连天神镜的大能都要退避 他怎么会不受影响 这可是夜生压箱底的手段 拿了出来便是怀着必杀之心的 可没想到连宝盒都直接被夜泥肠给打碎了 这对于夜生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在这一刻萎靡了下来 更让他悚然的是 夜泥肠 这个一直以来都被他和夜坛竹 视作同一层次的竞争者 居然早已踏入了天神镜 根本不是此前所看到的混沌镜的修为 他一直在隐藏着真实的修为 屁我显露真身 你们今天全部都要死 夜泥肠立声高鹤 尖锐的声音中充盈着无尽杀鸡 隔着上百丈 夜泥肠演化法相天地 半空中突兀地出现了一只束手 属然抓住了第二个夜家弟子 并且就这样活生生地将其钻死了 扑的一声血雾爆开 形神俱灭 说得好像他们不逼你 你就会放过他们一样 下一刻 夜沉动了 他眸子一宁 伤势已经恢复了几分 齿臣神脉开启 急舞神闪爆发 刹那间 便赶在了夜泥肠之前 挡住了他打向第三名夜家幸存者的攻击 夜沉手握煞剑 体表之上爆发七重雪光 雪光之中隐隐有金色雷霆闪过 那柔顺的头发无风自动 同时 夜沉的眉心灼灼声辉 如同一网金色的湖泊 又似一轮天日 煞剑斩出 强大的剑翼透体而出 剑翼破开虚空 在空间法则与时间法则的加持下 电射而出 刺向夜泥肠 精神指 夜泥肠交贺 柳眉倒树 速手凝聚神灰 对着那一剑便点了出去 两道光波在半空中碰撞 中心处绽放出了刺目的光滑 道狠法则碎片四处飞溅 将空间都撕裂出了无数裂痕 而那最中心的位置 则是在眨眼间 就化为了一个小小的黑洞 虚余间便形成了空间塌缩 若非这只是因为暴力 打碎虚空而形成的黑洞的话 这样一个小小的坍缩 很可能会让整个小世界都毁于一旦 二人恐怖的实力 使一碰撞 便足以令叶生等人惊叹了 哼 凭你 挡不住我 这轮回行驶我要劲了 叶霓裳冷声道 挡住挡不住 总要打了才知道 如此笃定 你该不会忘了此前的事情了吧 叶辰微微笑了下 挥了挥手 让叶生和剩下的两个叶家弟子都让开 这三人已经被叶霓裳突然间 暴涨的实力吓破了胆 再让他们打下去 无异于送命 剑芒横断虚空气势万军 速手画跃 葱白的玉指轻轻一点 便是万卷长河倒转的恐怖景象 针锋相对之时 天地前大道和明 叶辰与印尼长的战斗 彻底颠覆了叶生 这些人对于强大一词的认知 什么叫天交之战 这便是